俄罗斯黑海舰队从克里米亚大撤离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好,我是紫长英外 近期呢,各种媒体都报道了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已经从克里米亚撤走了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各位网友也应该是清楚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俄军自身的原因呢 还是乌克兰打得好 下面从这两方面去聊一聊 这个黑海舰队是俄罗斯的驻克里米亚 在黑海负责整个作战的一个舰队 他原来的旗舰是莫斯科号 吨卫啊,各方面防空翻导武器 就是舰载的啊,等等的进攻的武器 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海军啊 那是形成完全的碾压式的那么优势 就是说你乌克兰那个海军啊,开始被俄罗斯就,俄军就摧毁掉了 就是乌克兰已经没有海军了 他那几艘舰艇啊,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摧毁掉了 哎,那黑海舰队竟然就是从,就是克里米亚撤离了 大撤离了 而且从现在各种报道来看 整个的黑海舰队啊,被乌克兰摧毁了三分之一 那包括他的旗舰号,还有很多的护卫舰呢 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运输舰啊,等等的 那基本上就是在克里米亚不能存在了 那么这个原因呢,应该就是说咱们从两方面来看啊 这时我想起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甲乌海战 甲乌海战,之前呢,咱们就是北洋水师的那个 这个军舰的吨位啊,在亚洲是第一的 而且在世界第四,当时那个日本的舰艇都是小舰艇 吨位呢,也是比咱们这个舰艇啊,要少得多 但是呢,当时这个日军的这个在舰上的这些武器啊 发射的速度和这个灵活性啊 包括小舰艇的灵活性啊 是比我们这个北洋水师啊,是强得多的 所以说呢,经过这个激战的北洋水师啊 全军复活啊 这现在让我就是从历史啊,想到现在 那么乌克兰它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呢 这个大家应该之前都看到了 那这个俄军自身呢,它是应该是这个 这个就是大吨位的,那防空导弹啊 这都是大吨位的嘛 这个呢,从表面上看 这个黑海舰队啊,俄军啊,是很强大的 你这个乌克兰啊,你不管是什么导弹啊 这其他的什么武器来啊,无人机来啊 都是能够拦截的 但是呢,这次乌克兰呢 大大的进行了就是技术上的创新和战术上的创新 那在技术上呢,怎么创新呢 就是用了就是大量的低成本的无人机 那大量的低成本的无人机 混编着无人艇 那无人艇啊,也是就是在这个俄乌战争开始以后啊 这个乌军呢,在北约和美国的技术的支持下呢 他们利用他们自身的这个比较强的这种科技能力呢 很快呢,就造出了这个无人艇 这个无人机,就是无人艇混编着无人机啊 这个多次的反复的这个去进攻这个黑海舰队 把很多这个舰艇啊,这个都给摧毁掉了 在它无人艇和无人机啊,混编攻击的同时呢 它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反舰导弹都是第二代的那种 按照现在的说法呢,已经落后的 甚至淘汰的反舰导弹 把莫斯科号啊,把一些这舰艇啊都给摧毁掉了 所以说呢,咱们说这个乌克兰呢 在很短的时间内运用这个无人机,就是大量的低成本的无人机 混编着这个一定数量的这个无人艇 进攻这个黑海舰队 就是把这个大堆位的黑海舰队啊,整个的给打残了 就是这个乌克兰,你要说是乌克兰按照传动的方法 建造一支海军舰队与黑海舰队相对等的这种黑海舰队 是不可能的,那你这支黑海舰队建成几十年了吧 但是呢,乌克兰在短时间内 那就用大量的无人机混编无人艇 那很快成本也低,那战术啊也非常的灵活 反复的突袭这个黑海舰队 把黑海舰队的整个的防空啊 虽然它也很厉害,也打下了很多的无人机 但是呢,它总有漏网之余 就是你保核式攻击的这大量的无人机啊 你这个防空体系啊 它总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漏洞 它对抗这种保核式无人机空气啊 它还是有很多的短板和这个缺板的 所以说呢,乌克兰的这个乌军的这个新的技术运用 和新的战法的结合 那就是技术和战术啊,一种完美的结合 那使得呢,黑海舰队啊 把一个落后的舰队啊 实际上就是说当时应该很先进 但是呢,现在这个战争啊 这个技术的发展啊 特别是无人机技术和无人艇技术这种发展呢 使得这种大吨位的这个比较笨重的这种传统的这个舰队啊 已经是不适合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了 那这个呢,给全世界啊 和我们呢,都一个很大的警示 那就是这些大吨位的舰艇 那大就是这个重量大,体积大的这些武器装备 是不是适合现代和未来呢 这种大量的低成品的无人机 混编着无人艇这种攻击啊 这个呢,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就需要这个 现在俄罗斯啊,也在练 在这个北极这个地方呢 他们正在就是在演习当中啊 就是练习同时呢 防御这个无人艇和无人机啊 这种联合的这种打击 他们正在训练 但是呢,这种大吨位的舰艇啊 怎么和灵活的这种防御啊 防御武器相结合 这是一个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希望引起呢各方面的这个注意 这个黑海舰队撤离克里米亚 这个教训啊 特别的深刻 好,谢谢大家 等等 我都能去哪里 我都能去哪里 这个国家里的重点 这是一个总体的重点 这会是哪里的重点 我都能去哪里的重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